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格说的都是被外资卖下的 所以你看那个现行都没有用 哪还是外资高档不是外资买上去的 第一档不是这些外资法人 尤其是外资卖出来的 所以卖完之后你要很高兴 所以你不要被吓到了 尤其今天大家都说哇大逃亡 他卖多少 也有人跟我们讲说 外资一代卖100亿就要抵100点 那这样子相对才不是很强吗 这次他卖了快800亿 台国有跌800点吗 那你说哇老师那这样子应该跌800点才能 你听他鬼扯但这行情已经到底了啦 已经这个地方17200到17200以下 到17000 我可以很确定高兴17000都不见得会来 因为今天要收一个什么66大顺 然后不知道台积电嘛 明天如果不小心 今天尾盘台积电是 是收的还蛮漂亮的 今天已经在反映台积电的法缩会了嘛 那如果不小心明天 会不会就压缩之后 台积电持续跳空上涨 那你就回了 你这个地方才开始最高 现在台积电周边今天也是都已经开始冒出头来了 所以这行情严格算 我都讲的都一样啦 就昨天卖更多 782亿啊 卖了1000多亿啊 那卖这么多的话 台股是要跌1000多点 昨天台股才跌多少 也没跌多少啊 所以很多人吓死了说 哇这样加起来应该要 还往下有空间 我觉得都是因空而空啦 你不要卖再挨打股就对了 看新闻媒体的报道 实际上好像都什么都毁了 实际上 你要跟着那种 负面消息走的话 那我就没办法 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子 你要找出一条自己 拥有的道路 自己动算最重要啊 我不是跟你这样讲过 别人讲什么都是其次 包括我跟你讲什么也是其次啊 那真的讲实在话 我跟你讲什么 你只是听听看而已 但是会员如果你真的信任的了我的话 我们可以共同打拼的时候 我不敢说行情这个地方 我马上让你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很肯定的告诉你 跟着我 你的钱是稳健型的 可以成长 尤其碰到大盘越坏的时候 你才凸显爆发的重要性 因为我的股票真的 我进来的股票特别的强势 你说老师你真的是 我每次在大盘跌过 我都是你的什么救世主啊 真的 你才看到说 我的股票真的 你没有参与过也就不知道 我们的股票的重要性 因为涨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疯狂 你怎么追我都不管你 所以很多人说 多少钱都买 在跌下来的时候 你就比较上来 醒过来说 哇真的 虽然我的动作没有这么多 但我股票的确 保你平安保你无限 尤其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你才知道什么 我的重要性 因为我的股票 你要下跌连跌这么多 还没办法买得到 昨天卖782亿 你买得到 你买得到什么股票 买得到 买得到我跟你谈的那些 之前送给你的 选钱买的吗 你再把我昨天的节目 拿出来看 所以这个地方 以严格说的就是 一个相对你要 重新再出发的好机会 重新再出发 不要自己在那边 划地自卸 那如果有股票套的话 绝对 第一个 你在这边 如果是买在高位阶的股票 你当然一定要换过来 股票一定是轮涨轮动 你如果老是追高的股票 买在高点的股票 你说要等到解套 有时候是蛮难的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当然说 告诉大家就是 有好买点 还有两个观念很重要 我一直跟你强调 下跌就是 你的好朋友 帮我好买一点 帮我跟对的 昨天还是持有一个 跟大家叮咛你 所以今天的下跌 当然 今天大盘 没有下跌 是应该的 昨天大盘跌 是因为外资卖 他卖越多的话 你要行情越大 所以接着 当然这个地方 更要再介绍一档 以前有跟大家讲 正在发 打运 正在发达 发达的运很好 收涨停 就是正在 正在发的下一个系列股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系列 因为面板下半年有望复苏 比亚迪这边有重金 又布局智慧型驾驶 那达运实际上 他也是 背光模组 尤其他本身 是做小尺寸面板的 那未来比亚迪这边 重金扎下去 再来说 这车用电子这个地方 未来在自驾驶 就智慧驾驶上面 会有发光发光 那这个面板 当然什么 就需求会上来 那这就是他的背后 会发展的原因 那达运就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达正 就达运这名字 取得不错啊 那也是之前没有涨 你现在开始要冒出头来 你可以开始留意了 都不叫你自己买 跟着我买比较安全 因为毕竟这张股票 未来就是一个反压性 在17.8这个地方 就是前波高点17.8 那17.8这个地方 一旦跳光上涨之后 就什么线都什么都翻扬了 而且法轮刚刚在买 你注意一下 智慧驾驶这边 车载系统这边 未来的趋势非常明显 这档股票也是 严格说是友达的子公司 所以友达今天能强的话 当然最后的话 这档股票叫达运 它的未来的发展 应该会水涨船高 会比那个 因为它是一个筹码 比较安定的股票 所以在这边 当然我们也祝福 这些面板族群的股票 也整理了蛮久了 那这边涨一下的话 达运的话这个地方 开始我们要跟大家特别的介绍 实际上去年14、16块 或许有人买过 如果现在你还是抱着它 反而大盘跌了 外资卖这么多 也不会卖到你的股票啊 我都喜欢买一些外资法的 还没有买的股票 为了它帮你做抬价股票 我从来不会跟着外资 后面才在买 他卖我才买 他买我才买 你每次只要把这个动作倒过来 可是的确是很难 你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要卖 你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会来买我霸文化的股票 那这不是团队的重要吗 如果你自己在那边单打独斗 的确找不到这些讯息的 找不到这些讯息 反正找不到这些讯息 你怎么有办法让外资 帮你做抬价 你自己问看你自己 你有办法 你听那些小道消息一定准的 我都不听小道消息 我完全是 事事求 求什么 一定要求证 不能随便随人垂坡逐流 不是单单要报章媒体 跟你讲什么解决掉的 所有讯息我都要什么 都要过滤过 这样子你来发给我们的会员 他什么会员就很开心 他赚钱就应该的 所以股票少归少 最少你跟着的话 你股票会凸显出什么 霸文化的重要 我常跟你讲 所以达运的话 这前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我们在14块 去年就有讲过 包括今年它的启动也在14块 所以才刚才启动而已嘛 所以今天为什么可以收涨停 昨天 近来他也曾经来过 来过一个小高点 现在这个小高点 直到 近来都已经 已经隐约告诉你 行情来了 那他深根半桃底的市场 这个地方也蛮久了 尤其有达子公司 他主要是小尺寸面板 今年的车用电子这边 还没有正在发 正要发达的股票 就是打运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持续 跟大家做留意一下 那正发第二就是正在发 之前这一个月的元月份 在选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当然他没有来到14块 但是这张股票去年我就跟你报告过 尤其你当你套牢的时候 我还特别告诉你14块 还是大买点 那当然你如果等不住的话 最少我的股票 不会让你大赔 你小赚也是应该的 那打运就是 刚刚正面写的 他是有达了一个 旗下一个背光某组场 受惠于车用产品的贡献 去年12月营收也来到 他第三季是达到一个转亏为盈 你开始这么正式 第三季跟第四季是持平的 那去年12月营收却达到19.8% 也是代表他越增 就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年增也是蛮高的 91% 所以他这个事情开始正式进入到什么 就隧道前的曙光那道光已经进来了 也创下63个月的新纲 那当然董事长蔡国欣这个表示 背光摩举本业 它持续会成长 新事业在今年收 今年的营收 持续会好上好加好 今年当然比去年来得好 那去年没什么表现才一字头股票 现在剩下 能到我能放股票 这档股票还是启动了一档 如果你手上有的 因为之前我就有跟大家提醒过 这档股票今年搞不好会让你发的 发的不可思议 因为会不小心跟震发一样 但是我讲归这样讲 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记住 不要自己去买 因为你买股票 你会自己买股票之后 你很容易冲动 套牢的时候你就会来说 短套你会怎么 你不你 我是要常用我的股票短套没有关系 但是你因为短套之后 你自己会失去信心 那如果马上涨 你就把它卖掉 所以这两个动作都是错误的 所以你一定要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因为当你卖掉之后 它再涨你就不敢追了 所以常常我跟你讲一场 再好的股票 不然的话你也对你没有用 所以请我们的亲爱的和粉 你一定要跟着我们 也很有规矩的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一个口令 我希望是这样做 不管我在频道上跟你讲多少股票 那是一个大方向的规划 就像我今天在提出答运给你 你也不要自己买 你可以买100张 我帮你做分配 你有100万 我帮你做分配 你答运应该买多少张 应该买在哪里 甚至你现在买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会跟你讲 我只是告诉你这张股票 已经冒出错 我并没有教你做什么动作 你也不要看我们的频道 或自己去追高上 现在这一波会很惨的人 基本上都自己单打独斗 你自己好好想想看 或是你说 哎呀都是我参加什么老师买到 那些老师不是都是新闻台的吗 甚至那些老师都是大老师啊 都排排座老师啊 然后你就怨天尤人说 那你当时也是因为看他之前股票很准 那来高档已经受不了了就去看 所以现在一个老师 会带你追高的人 你就要小心 要追高你自己不会追啊 对不对 包括我也告诉你说 我的股票 如果要追达运 我再跟你规范 我来帮你追高 追安慰 因为我都有一个一篇的line的讯息 加码点 会鼓励你 如果push你 会正式的一对一的服务 帮你做一个服务道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你收到的讯息是最什么 最第一手的讯息 包括最精准的 就直接嘛 点回给你就直接买就好了 所以当然今天还有一个PC信息 是在1月18号 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很重要的法术会今天登场嘛 然后他资本支出当然是成为未来的焦点 我认为资本支出应该是持续 持续还是什么 会再增加 因为半导体厂务这边工程股 是实际上 这两天也是也是也是跌不下去的 所以大跌 782亿外资都不敢卖了 你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些股票 所以你买的股票一定要 要避开一些 第一个外资不敢卖它 第二个外资卖是为了买更多 你有没有办法去了解你的股票 有没有确定的讯息 你要有这种确定 不是摩尼两可才说我试试看 股票他也给你试试看 那个是什么 那是 那是烧来烧去 那是会见血的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说我随便看看 那会 那会 你的答案是什么 试试看 试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一场空了 好了 那我们当然 特别要介绍说 如果这些42倍场可以的话 雅翔那些重新注意过来好了 因为我的股票 讲到说 都是蛮久的 去年涨到今年 我的股票都是很强 那当然雅翔这张股票 也从四十几块涨上来 四五十块 但是很多人买了四十块 是不是五十块卖掉 所以这个股票已经涨了2.9倍 目前来说的话 我认为 它蛮有机会 因为它的幅度来说的话 如果以我去年跟你规划股票 我认为如果有这张雅翔的 雅翔续变利 所以它涨了快三倍了 但这张股票本身的话 今天 在台积电之后 我觉得你可以重新把这档股票 如果你手上有的 你可以重新 拿过来跟我们做一个规划 我 没有看外它 因为这档股票的确 一整年已经翻了三倍了 你买这种股票才会 不会成为有钱的人 要特别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注意起来 那当然雅翔 我们是从四字头到八字头 还没到一百块的时候 持续的有跟大家讲 在去年的时候 八月底的时候 八月上要告诉你 这个地方都起涨点 可以考虑 不是没送过给你 是你可能那时你看不上它 我的股票都是温和温和 看起来温温的 可是那个爆发起来 那是很可怕 那个一个波段下 真的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我要这种股票给你 尤其要看到外在大卖的时候 我最高兴 因为它有便宜或可以紧 那接着当然 当然这地方 我们要从雅翔看出什么 你就从这地方告诉雅翔 这两天如果什么时候还有的话 我希望你让我知道 你人在哪里 有些 有些话 我要用私下方式跟你做个 做个好好谈一谈 包括答应你还有的人 我希望你知道 不要说听我在节目上讲什么 对你荷包没帮忙 我只能点你一下雅翔跟答应 我非常有兴趣 我非常有兴趣 不要说每天跟你讲涨的股票 这种股票都还没正式 这好像看起来 有机会还是没机会 到底要买在哪里 这个地方 淨淡 你把电话留下来给我们吧 那当然 这档股票到现在 那时候跟你讲关键价 一一一你看 从来都没来过 所以我在市场上 最知道的地方就是 房在什么地方会买进 我才敢把这个秘密的 一些背后的讯息 因为这种东西都是不公开的讯息 也不能乱讲的 给我们的好朋友 会员做分享 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 可以领先做法人做动作 这才是你的股票 就张单领先它一步 或半步就好了 你马上可以买这桥 对不对 刚好点到就涨 那种感觉是 一定是消息 所以有人要买的股票 难道你不用问我一下吗 那股票等很久 为什么 就还没有进 就是它在吃货 吃货 那你每次 每次你们发到股票涨的时候 都是一定在高档 要么你卖掉 因为你看我杰莫昌 接到好股票给你 你都卖光以后 你就不敢追 那等下你就受不了 追上去 又不对 所以不要这样子 我们一定要在股市 就是把它规划成一个 一个 可以一年赚一倍 两倍三倍 尤其今年要从年初 赚到年尾 就是靠这一拓 外资大麦 你把它记下来 记得一月十八 我告诉你 大致外资大麦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底部了 未来一万八一定过 请你务必好好的把握 那这是之前的雅翔 也是一个政策加持股 包括它 我们现在政策也没改变 还是这个总统 还是没换人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跟着政策来做 比较安稳一点 所以我们 我们的投资朋友都很理性的 不管怎么样 选什么都一样 已经选自己动算最重要 所以它高雄车站这边 车站这边有地下 包括淘基三级改建的工程 这势必对他们 对这个政府来说 还是持续什么 持续要 要推动的 那年代新加坡厂也是用它 亚翔帮它做设备厂的 盖工厂的 所以它未来亚翔这家公司 实际上持续来讲 它的生意帮 它的前瞻性来说的话 我觉得都不容我们小觑 那这个也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12月29号 已经来到172 现在就差一点要挂 创波段新高 173 172 这个 这个大盘 在这个地方 还在172 00附近的时候 都已经这样子的话 这种股票当然也是Bingo 我想真的 你有的 一定要再耐心等待一下 而且业绩也相当好 尤其台积电之后 我觉得它是一个机会 所以当然 之前我们的亚翔 就这样买上来 就是我现在一直跟你强调 你要用这个方式 来跟我们会员做联络 你会最安心 最安稳 你可以买得多 我110代买1580 这以前都是我们这样 很辛苦的团队 一个一个的通知 因为用这个方式 你最没有疑虑 coaching的话 好像是一个什么 就好像coaching给你 就感觉上没有那个温度 直接LINE给你那种感觉 你会非常有信心 我们就也很喜悦 你的信心之价 你就敢买得多 不然你买一张两张 实际上的话 我常跟他讲 有时候会补不上你 那个手上赔的股票 如果你手上还有赔钱的股票 我也不是叫你马上一定要换 你一定要记住 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 不管你也有没有钱 如果你不只要反败为生 你要持续的 跟着我和坏针的脚步的话 我们是持续的要赚赚赚 不管什么行情 大涨大跌 包括进来行情来大跌 都看到我们股票 都特别的突出了 突显出我们股票的稳定度 所以这边当然是 你有买110跟158这边的话 持续 一样不要跑来跑去 我认为这些股票都是 都是不会让你只赚一 一只小尿醋而已 应该是都是 都是可以赚一头牛 那很多同事 反而把这些股票赚了一小 就是赚了一只鸡 赚了一头牛 一样的道理 不要做这种事 我们要赚一大头鱼 然后不要只赚一点点 所以大破绊的操作 只是在乎什么 你要跟这个赖本身 要把它当做你非常重要一个 重新再出发的方式 我希望你听得懂 那这是我常听讲 你要记住很简单两句话 买爆花是不是特别好赚 你自己想想看 尤其大盘跌的时候 也在你很惊恐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吓你的时候 你要说782点 外资卖782要跌什么 跌最少800点 包括竟然卖1000多亿的话 加一加的话 大盘要跌1000点 有吗 所以请你自己想想看 我们台股是不是 不要道听途说 有时候这个东西 你不是要被人家吓 跌的时候跟你讲 那些人在涨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在涨的时候我们告诉你 要卖股票 跌的时候告诉你 要跌到哪里去 反正总税 我说股票也没有在做空的 就是不好就卖 就是我们不会涨的股票 我们就卖掉 但是很奇怪 我的选股在大盘下跌过程 还是我的股票 告诉你的股票还是特别什么 那你可以避大跌 赚什么 赚大涨 甚至有些股票 都创了什么天价 没有吗 我想你投资中的新知肚明 正发不是吗 正在发的正发不是吗 持续再创破坏的新高点 不知道那个 昨天的清晨 今天虽然有黑 还是在平盘附近 收到昨天的平盘附近 你说怎么办呢 那你不要随便追高杀低就可以了 这正发当然就是电脑即可 是今年AI和PC的效应之下 这张股票真的 当然昨天也是 因为外资的情意相挺 外资昨天买了3800多张 今天马上就再创一个破坏的新高点 所以代表成也是外资 跌也是外资 怎么操作 你就等 这张股票很简单 一二十块的时候 我是看到外资在买才告诉你的 不管怎么样 这张股票已经来到35.5 未来 这种股票 外资只要不卖 你说老师要问外 我认为他要卖的机会 一定 难免会有的 我真的 我真的可以讲 他买完之后一定要卖的 这真的不能骗你的 对不对 买完就是要卖的 卖完之后就要买回来 来帮我把它弄一下 卖完之后就要买回来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不能告诉你 我可以带你做动作 但是毕竟 今天的话 外资买了这么多之后 它涨在这个地方 涨到35.5 在创破坏的 应该的 我不是叫你买到35.5 不要忘记 那时是跌停板有告诉你 跌停板就告诉你 跌停板就告诉你 包括12块到11块 也告诉过你 包括 大理完成的时候 都有告诉你 还有画这么清楚的线 14块 正在发物看空 我还跟你讲什么股票 那么简单 所以就是等一下就好了 那么那时你可以买100张 甚至买个50张 有什么 老师哪敢 等那么久 是啊 老师这样讲 但一年过一年是很快的 我还跟你讲 大行情启动 特别注意我的股票 我当然我不敢 现在你要买27.4也没有 当然如果这种股票 有机会 我还要再做动作 那么讨厌就是 外资已经开始在买了 如果不想外资一直买很多 那股票涨到四五十块 那么小事 外资越买 然后股票涨越多 认为它竟然还什么 看起来还是 对正发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你要发觉什么 未来正发第二在哪里 第二在哪里 已经送给你了 打运了 会不会不小心 从一字头来二三十块 这种股票 被我选到一字头股票 常常等越久赚越多 买越多 赚越多 因为我的股票就是 一买就是底部 那当然因为是要的勤劳 又诚信 大家都知道是勤成这种股票 隔天是下跌的 那雅力这两款股票 还是持续要注意 因为是要告诉你的时候 行情比现在还什么 还好 但是也是大家都怕怕 现在更怕 但是这些股票 如果你手上有 我一样 还是跟你今天开放 你还是有股票的问题 还是要打电话 来问我一下 不要自己在这边 这边自己追高 或是杀低 雅力 这档股票今天 如果你手上有的 我要告诉你一个 会不小心跟情晨一样 来翻转你人生 这个雅力王借我一月市 要给你押制两档股票 我说等于霸王花 那就好了 答案出来什么 就一样行情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它都还可以维持这样子的表现 所以你就立于不败之地 再来就是要赚多少钱 要赚多少钱 赚三成五成还是一倍 还是两倍还是三倍 所以没有关系 这一切交给我就对了 好 这个因为它是龙头的 情晨是龙头 所以今天虽然它收盘的时候 有点小跌 但我认为它在走第五波 因为它是小型股 第五波 第五波是主生段主生段 所以这张股票严格说 今天280就是买点 还有刷了一下 真的讲 我真的有教人家买280 骗你干嘛 只是我那时候 是用电话 那个Line的电话 直接通着它 真的 但是没有留下证据 今天没有办法拿Line的去 因为有些人是打电话 老师我清晨要不要加码 我就看到 好啊加码 好啊加码 我们先做个短线 好啊 好啊 他说 真的啊 我们刚才我早上忙一点 他跟我讲 老师280 它下跌 已经279 我说赶快买 就赶快买 做个短线 手上来赚一个价差 所以刚好没留资料 但是这张股票 也不是要做短线价差 告诉你302如果这样走势的方式的话 是非常漂亮 也明确的告诉你这个股票没有结束 所以你手上如果想做价差有情成的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 不是赚坡段而已 赚价差最重要 价差要再赚 而且大卖在跌过程 股票都敢跌了 你看我们多厉害 我们的股票外资都不敢卖 你说老师外资没有买 什么会没有买 法人也是买蛮多 他为什么不敢卖 就知道他未来还有一片天啊 对不对 包括人家这个地方都不敢卖 他会不会再继续买 不敢卖的股票代表什么 他怕买不回来嘛 都不敢卖 所以你要很幸福 你要干脆自己很 好像觉得很福气 跟着我们棒棒棒棒棒棒的团队 我们真的是走路都有风啊 真的 而且赚钱赚到笑咪咪 把他当私益来弄啊 来操作啊 三零三百 这是昨天的行程 今天不小心有点买更多 二八里面要赚个价差 收盘也二九四耶 也十来块了 真的很美 所以你喜欢这样的操作方便来找我 欢迎你来找我 好 那行程就是我们的最基成本区 已经很明确了 可是我今天是做当冲了 二八零了 二八零 二八零 二八 二八八 所以代表二八八到二八零这边 我都没有看坏 我买了很多啊 到现在没处理 叫什么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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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那你为什么 哪有这么多钱 我买在二五零 二六三 最后上车点啊 剩下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我们的每天 靠赏一下会员的什么 吃喝玩乐的钱啊 这是之前的资料 现在二四七有提醒过你 所以接着 神论那家公司也是不错啊 还有这么大的题材 所以 来到这个地方是平平的创了波段性高 单单这档股票 今天已经来到 一八二点五 最好明天 有机会跌 我在帮你 我在 我在 最好有机会跌 如果没机会跌 我就没办法了 今天就没什么机会 今天就一七四点五啊 我要买哪里 明天会不会开低走高 或开高走高 或开高走低 这个地方当然是 这个股票目前的话 就是没有结束 但是你要 它进来的价差 已经开始 可以加减做 我已经在做价差了 因为行情这个地方 不太容易马上 马上有什么 太大的 涨涨涨涨涨涨 你总是要让人家吃个货嘛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开始吗 就怕它不跌 跌的话做价差 一八二点五 肯定告诉你不高点 这样可以吗 所以说 因为细致财的股票 你看看那个 那个四星 K1 快四千块 它一定来四千块了 那所以说 只要是转型IP股的话 都可以享用很高的本益比 神盾已经转型了 所以这种股票 怎么一八二点五 可以解决掉的 集团也告诉你说 它今年的话 再三年的话 会成长一倍 那五年要成长三倍 哇 那未来的那个 那个饼有多大 所以我们这边当然 当然不能去这个地方 轻易什么 误看空 好 接着这边就是之前 送给大家的 所以啊 常跟你讲说 我们的神盾 本身的话 最后的上升也在1月12号 你说我运气好也可以 奇怪 不管选钱我买的任何位置的股票 这两天大盘大跌 每个都是什么 你的避风港 只要有我的股 有我霸王花的股票 你根本就是 你根本每天走路 都还怕 人家还想买低档都买不到 你都不会赔钱 只有赚钱 所以大盘下跌 我们做多的人都还可以赚钱 代表什么 选股非常困难 不是老师很厉害而已 你要找到这样子的人 也不简单 第一个他要非常有什么 有国际观 而且包括他要敢什么 敢帮你 真正 很认真的 去了解 很多 他知道的背后的故事 不是 那故事本身的话一定要知道 那你说 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会出事啊 你随便买了股票 要故事 要事故 真的啊 你不知道股票乱买 不是 没有故事就变什么 事情会发生一些 事故就出现 就出事情啊 所以不行啊 你一定要肯定的一些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才可以啊 好了 所以说 这个都是我们会员 常常每天给我 我每天都有很多 我实在印这个 印不完 这是医院师要告诉你 这是我们会员 讲的神盾 情城 这么样的 怎么办 谢谢我啊 道歉还是谢谢我啊 那 你希望有这样子的抗讯 有LINE 跟我的LINE的对话 如果你希望 跟我们会员这样子 可以这样利用这样子 可以赚得到钱 实际上 我可以这样带你的 所以你好好的把握 就是 把LINE留下来 把手续 那当然你手续办好了 你最少一百万以上 如果你资金太少 我们也不 也不欢迎 也不是不欢迎你啦 因为你的资金太少 然后动弹不得 如果你又不听话 但一百万左右的操作 一百万到三百万的操作 我觉得在股市里面 最容易赚到钱 你要上升到一千万 我觉得机会很大 但是就是要把动作做出来 那当然明天就是 台积电的效应 会发生什么事 我刚才已经送给大家 一档股票 雅翔啊 你可以注意看看 包括 这是我明天的小丁 你就是 我们台积电的效应之后 大盘 没有什么低档 我一直肯定地告诉你 那接着 你 想不想成为 我们的办法的一员 因为你的肯定 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这我一直跟大家讲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红包股已经 这三报已经发完 到最后 我今天没可以写的 就是神盾嘛 那下一个 下一个红包股 其中一档又打运 我们正在规划中 那继续发 跟发发发 同样 都 你都有 那你不要说 因为天导说 正在发 我就自己去追 帮我们做抬教 不用啦 因为资金如果不大 更不能抬教 我会选一些比较 外资政要买的股票 给你做规划 所以你有兴趣 这个地方 现在今天送你 都是观念 股市观念不对 实际上大盘跌对 你没帮忙 大盘涨对你没帮忙 有些节目讲到 刚好是投其所好 你想听的话 刚好不小心 你又是不会赚钱 刚好要投其所好 所以你就一直赔赔赔 你要改变就是 找一些 真正赚到钱 但观念或许 没有让你马上看得到 所以股市的观念 一定要很正确 就是 不要你要知道 你要想听什么 我们讲什么跟你听 你要是来赚钱 所以你全部都要像个白纸一样 什么都不要想 这样就很简单 找的人就都不对了 好 接着 就送给你 我就想说 赶快把他所约 现在还有一个特别 半价优惠 因为年底真的 比较优惠一点 所以你要 好好的把握 从年初 到年底 这个地方是个低档区 好好自己做个把握 外资越卖 行情越大 已经跟你讲这么清楚 未来是外资 什么股票 会要买回来的 那就会大涨 这个地方当然 我们持续会 跟用赖方面 跟你做个规划 也欢迎你 100万以上 可以把这个地方拨通 把这个责任 交给我们 我们将会带你 今年翻转你的人生 好那祝福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见 拜拜 跌宕起伏的投资市场 你总是 贝哥韭菜吗 选股操作的过程中 总是追涨沙跌 挑错标的 在股票市场中 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涨停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 跟着强势股 转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带着您与钱同行 您的方法 您很快 就会让我把股票 Tax费 将则